基隆成绩转运站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启用呢 基隆市议会非常关心 更特地到现场考察 基隆市长谢国良在市议会大巡师表示 外观看起来已经完成的转运站 还有许多程序以及问题 要正式营运的话 起码要再等一年 也要跟在座的议员先进要报告 距离成绩转运站如果要开幕 最起码还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要跟大家讲这一点 距离成绩转运站要开幕能够启用 也就是说让市民朋友能够走进去使用 甚至也买那边的零售商店里面所产生 或贩卖的商品 最起码我认为还要一年 所以我觉得不可以让市民朋友 有错误的期待 因为觉得那边好像都快盖好了 所以很快就要启用 如果大家能够了解到细节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 努力要改善的地方 市长表示要经营成绩转运站 零售商场的是一家生计公司 而且在前任市长时就完成招标 经营期间是九年 不管如何市政府都会来协助业者 我们会全力的协助我们的业者来改善 那另外如果对于这个业者 因为我的侧面的了解 它是一个生计公司来得标 但是要来经营零售商场 那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力量 来辅导这个生计厂商 希望它能够跟这个如同刚刚敏黄议员讲 希望它能够跟星光山越 跟这个大圆板 在零售商场方面可以营养经营的好 那他们如果有什么问题 市府都全力的愿意来协助 不过因为他们的招标期间是九年 其实这个九年的期间 刚好都我的两个任期都已经跨越了 如果我有两个任期的话 所以我是没有机会去做任何的 重新去招标 或者是去做任何的这个重新的选择 但是我们市府一定会本着 我们现在的一个权责 好好的来协助我们的这个业者 希望他能够来尽快的能够来开幕 然后也能够尽快的来这个营运 然后给市民朋友一个好的一个体验 另外针对议员关心的各项交通动线等问题 市长强调成绩转运站工程 不是在他手上发包和招标 期间又变更过四次 但是市政府都会来克服和改善问题 尽快在明年二三月间可以开幕 刚刚议员有提到非常多有关于交通动线的部分 包括阮外桥影响区交通 包括行人会从这个我们的站体走到中山一路那边的一个动线的问题 还有就是其他的港西街风街等等 我们都会非常谨慎的看待 也有议员提到会将客运的资讯要弄得很清晰透明 让搭乘者不会有什么落差 这一点也会努力 那日期就如同刚刚我们这个交通处讲 可能在今年的六七月 这个现在的施工厂商才能够抱验手 然后可能到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让未来要营运的厂商做第二次的施工 跟最后完工 然后我们通过希望 希望可以在明年二到三月 可以将这个程序展运站开幕 那我们会尽我们的力量 我再次说一次 这个不是我手上发包的 这也不是我手上招标的 那他也经历了四次变更设计 那你现在走到三楼 高一点的会撞到头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基于这个立场 基于目前的情况 我们会全力的来协助 让他尽速尽快的能够进入这个好的状态 让我们尽速的把每一个程序都走完 让市民朋友尽快的 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市政建设 也花了不少经费来完成 那我们也都感谢并且肯定 未来过去的一段努力 那我们尽速的能够把每一个 未来在一年之间的工作 尽快的做好不要拖延 让他尽快开幕 认为才是对于市民 跟通勤族的朋友 对大的帮助 议长童子伟最后也做成决议 第一点 为有效改善市中心及火车站周边交通拥塞问题 市府应规划完妥之标志标线 及严格监督工程品质与进度 确保城际转运站安全无余并 早日完工启用 第二点 为使旅客在站内能够顺利的进站 出站及转程 市府应加强引导指标系统制规划 动线力求简单明显 以减少旅客之互相干扰 及预警及事件时能立即疏散人群 让民众感受舒适且高效率的乘车动线 第三点 转运站部分墙面粉刷层剥落 刚构建锈石 阶梯无警示标志等缺失情形 请市府尽速改善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